世上只有妈妈好 人是这样 动物也是这样 一只狮子正准备撕咬一头生病的河马 无料却遭受到了小河马的阻拦 为了守护自己的母亲 小河马与雄狮展开了大战 河马最终能否保护母亲 想要了解具体情况 快随着我一起去看看吧 母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 自古以来 母亲互独自的例子数不胜数 在动物世界同样屡见不鲜 章鱼为了让自己的孩子成功孵化 不惜断掉自己的处须 藏羚羊为了让孩子成功跨越悬崖 不惜用自己的身体当做阶梯 这些无意不再向世人歌颂母爱 但是大家有见过孩子保护母亲吗 都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许多动物都很有灵性 十分懂得感恩 在面对母亲被侵犯时 即便自己手无腹肌之力 也会挺身而出 这不 一只狮子正在草地上觅食 不料瞧见了一头受伤的河马 河马妈妈也是倒霉 生病之时正好遇见了捕猎的狮子 这可把狮子高兴坏了 毕竟这样的大家伙 自己一般不敢轻易冒犯 如今不费吹灰之力捡个阵着 简直是踩了狗屎运 只见雄狮喜笑颜开 朝着河马走了过去 正当他准备饱餐一顿时 一只小河马出现了 看到母亲被狮子侵犯 河马二话不说挺身而出 完全忘记了草原之王的称号 狮子起初不以为然 以为这个小家伙只是过来捣乱的 吓唬吓唬就跑了 没想到小河马怒气冲冲地 对着狮子张牙舞爪 表现得誓死如归 似乎在说 要想吃我母亲 你先吃了我 不得不说 这个小家伙勇气可嘉 实在是令人佩服 经过一番折腾 狮子逐渐失去了耐心 而小河马却依旧气势汹汹 看着这个战斗力十足的家伙 狮子决定走为上策 毕竟狭路相逢 勇者胜 这家伙连死都不怕 狮子甘败下风 最后只能空手而归 看到这里 我忍不住为小河马点赞 同时 也被小河马对母亲的爱所感动 最终小河马保住了自己的妈妈 在细心照顾之下 河马妈妈的身体 逐渐好转 他们依旧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另一边 一只猴子和他的同伴 在电线杆上玩耍着 这只猴子胆子也太大了 他竟然敢爬到电线上去玩 因为电流过大 他突然触电了 只见他的两只前脚 被电流击中 整个身体 顿时就僵硬住了 一下子就从电线杆上面掉了下来 在地面上的小猴子 时不时地还发出一声惨叫 看上去此时的他十分的疼痛 他怎么也想不到 经常玩耍电线的他 今天也会被电流击打 而要了他的命 小伙伴们听到他惨叫的声音也走了过来 但是对现在的他也是束手无策 可能他们之前也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可怜的小猴子还持续着伤害 此时的他叫声更加强烈了 可是电流已经穿透了他的全身 小伙伴们看着非常着急 也不知道要如何才能把小猴子解救过来 只能站在一边干着急 这只猴子可能是想利用电线 爬到另外一个电线上面去玩耍 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就在他接触到电线的一瞬间 被电流击中了 任凭他怎么做 也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 可能他已经被电流袭击太久了 凭着他坚强的生命 可以看到他还有呼吸 他大声地尖叫着 可能是希望伙伴们可以救救他 他的伙伴也是急得上蹿下跳 什么忙也帮不上 如果他再不被救治的话 会十分的危险 可能是因为这根电线的电流不算太大 才能让猴子坚持如此之久 这时他唯一活下去的希望 就是有路人能够救救他 看着他那凄惨的叫声和疼痛的样子 这让伙伴们非常难过 其他的猴子也是看在眼里 挤在心中 还好这根电线的电流并没有很大 只是让他失去了行动力 并没有完全丧失意识 但是这样被电流击打 也没有办法活下去 这可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有一只母猴子急忙走了过来 这是他的母亲 好久不见自己的孩子回家 母亲万分着急 听说自己孩子出事了 就赶紧跑了过来 只见母亲想试图叫醒自己 但是什么作用也没起到 如果他这样下去 可能坚持不了多久 这只猴子妈妈并没有放弃救援的过程 只见他用双手不断地拍打撕咬着触电落地的小猴子 试图想唤醒猴子的意识 看着怎么也好不了的小猴子 大家都以为大猴子要放弃了 但是妈妈并没有 不知过了多久 大猴子肉眼可见的有些疲惫 但仍然不断地拍打小猴子的身体 终于在妈妈的不断坚持下 小猴子竟然奇迹般地复活了 猴子妈妈为了自己的孩子可以不顾一切辛苦 换作是别的猴子 看到这样的情况估计不会这么上心 这种事情只有妈妈才会做出来 这头可怜的小猴是从狩猎者陷阱中救出来的 他成了一个孤儿 由于没有妈妈的奶水 小猴非常虚弱 好心的村民们把他送到了动物救援中心 在饲养员无微不至地照顾下 小猴的身体慢慢好转 然而小猴走路的步伐还是有些不稳 饲养员担心他会摔倒 寸步不离地陪伴着他 渐渐的小猴可以自己走得很稳 甚至可以奔跑了 由于小猴从小就失去了妈妈 饲养员们每天都会给他披上一块小毯子 代表妈妈的温暖 一直都陪伴在他的身边 小猴非常活泼 他很喜欢躺在饲养员的华里撒娇 和饲养员们一起玩游戏 他已经把饲养员们当成了自己的妈妈 然而这也正是饲养员们所担心的问题 大象是情商非常高的群聚动物 如果小象一直依赖人类的看管和照顾 那么他将无法融入自己的群体生活 也无法和同类互助交流情感 饲养员说 大象的情商智商非常高 他们的情感世界和人类相似 如果一头大象离群独自生活 他会认为自己已经没有了同伴 只剩下他自己的话 很可能会放弃生存的意志 最终因为孤独而死 他亲眼看见过一头一群独居的成年大象 最终因为孤独抑郁而亡 于是饲养员们决定 想办法让小象尽快回归到象群中 他们打算让小象与自己的同类一起生活 经过了三个月的康复之后 人们将他放归给一个象群 没有想到的是 象群立刻就接纳了他 成年大象们看见小象时表现得非常热情 他们欢快地走向小象 想和他有亲密的接触 出人意料的是 一直在人类环境里生存的小象 也很快就融入到了这场集体活动中 小象慢慢地和其他象群建立情感联系 也开始向象群学习 如何从地上拔起草根 尽管有些笨拙 但他在努力地尝试和学习 在和饲养员依依不舍地告别之后 小象开启了他的野外生活旅程 祝小象能够健康着重地成长 开心过好每一天 小象不光收获了人类的爱 同时还收获了种族的爱 这两种爱都是伟大的 也是共通的 令人动容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